我们先来看一张表 2023年全球半导体企业销售收入排名 这个排名包括了所有的芯片企业 芯片设计晶圆制造 以及设计制造双管旗下的二合一企业 全球前25强 中国大陆只占一席 就是中芯国际 2023年营收排名第24位 它和排名第一的台积电都是晶圆制造企业 但营收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2023年中芯国际销售收入63亿美元 而台积电是693亿美元 中芯国际不到台积电的十分之一 和20年前几乎一样 就是比台湾的另一家晶圆制造企业 莲华电子也还是有13%的差距 中芯国际的去路将在何方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得搞清楚中芯国际的来路 今天这集我就来说下中芯国际的发迹史 以及它对中国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包括负面的 1999年还是在江泽民主政的时候 中央就推出了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 就是2001年到2005年的战略总纲 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第十章的第二节 重点功课高速宽带网 高性能计算机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大型应用软件等信息技术 后面还有等生物技术 等新材料技术 等先进制造技术 和航空航天技术 第十二章是关于人才培养晋升的 培养和造就高素质领导人才队伍 培养各类专业人才队伍 特别是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学科带头人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企业家队伍 具有公仆意识 连接 勤政 高素质 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积极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人才 插个题外话 其中的具有公仆意识 连政 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现在看来尤其扎眼 想想也只是刚刚过去了20年而已 上面提到的 要重点功课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造就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企业家队伍 积极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人才 1999年刚来到大陆的张鲁金 正好都同时符合这三方面的标准 张鲁金 台湾人 台大毕业后去美国留学 专业就是电子工程 博士毕业后就进了美国的德州仪器 这个德州仪器 也是最早发明集成电路的公司 而这时的张忠谋 就是后来创立台积电的张忠谋 已经在德宜干了20年 做集团的副总裁也已经5年 张鲁金现在在德州仪器干了8年的研发 后来的10多年 一直在负责德宜 在全球各地的芯片厂建厂业务 后来张鲁金自己创业 不停折腾 不停建厂的启发和经验 也来自于此 张鲁金离开德州仪器后 回到台湾 被聘为台湾世大机体电路公司的CEO 机体电路就是集成电路 这个世大当时的定位 就是晶圆制造 和那时台湾的双雄 台积电 联电一样 只是在这两家之后成立 规模也远不如台积电和联电 后被台积电收购 想自己创业的张鲁金 当然也没有选择留在台积电 而是去了香港 想在香港开一下芯片企业 这个想法也属于左右逢源的方案 在香港办企业 既可以避开美国的进出口管制 又可以招收大陆廉价的技术人员 包括台湾成熟的行业精英 既开了源又结了流 这是在2000年 这个时候又正好碰到上面说的 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 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吸引企业家高级人才的风口事件 由这个15计划总纲 又生出了国务院的 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的第18号文件 看文件标题 把软件放在前面 硬件放在后面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那时的领导和专家看来 搞软件比起搞硬件投入和难度 都要小很多 也被认为是中国能在信息新世纪 起步的关键 那是叫起步 离所谓的弯道超车还差得远 不过相对于其他企业 政府对集成电路企业 还是要高看一眼的 比如在2010年前 对芯片产品增值税 按6%证收 要知道其他行业的税率是17% 还对芯片投资超过80亿元的 按照投资能源的外商优惠政策来 就是前五年企业所得税全免 后五年减半 这个优惠力度 直接让张如今打消了在香港开厂的念头 把厂开到上海普通的张江高科技园区 因为是政府大力扶持的产业 所以上海市政府也是要参议小的 中芯国际成立的最初股本结构 上海实业就是最大的股东 占股超过了所有的单一外资 这个上海实业 就是上海国资委控股的国企 另外为了应付欧美国家的出口管制 主要就是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的管制 中芯还引进了多个外资 包括高盛华登等著名西方投行 还有新加坡的淡马系基金 而从单个外资来看 每个又都没有超过上海实业的比例 这样一来 国资技能有相当的主动权 又有了加薪蛋糕的即使感 由此中芯国际完美绕过了 除中方以外的各方的管制 达到了最优解 资金和股权结构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实际干活的人了 张如今从业30年 他列出来的人员名单也不会短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你突然接到一个他发的消息 说大陆有个自己的初创新厂 马上开见 你来就是元老 就是带头人 你会不会去 这时候你又看到了新闻 中国刚刚加入世贸 全国上下看起了一片大号 我想很少有人会拒绝 不管是收入的预期 平台的成长 还是个人的成就感上 都让你充满想象 所以曾经的他的部下 他的同事 他的弟子 基本都招之既来 这里插一句 张如今的初创团队里 华人占了绝对主体 而华人里面 台湾人又占了一大半 就因为那时去大陆开场 已经成为了台资企业的首选方案 比如台湾另一家晶圆制造大厂 联电 也是在2001年落资苏州的 曹星成看重的 就是对未来的预期 大陆美好的前景 不但让台湾企业家圈地砸钱 也让一些台湾精英们 眼前一亮 张如今的团队里面 不少就包括当初在世大的 后被台积电收割后 不得知的那一拨人 不过这一步 对中兴和张如今来说 是颗糖 也是颗雷 后面中兴国际的国际官司 和人事地震 也由此引发 这里按下 我后面再说 资金人才有了 下面就是设备了 因为在德州一气 有多年的开场经验 张如今在买设备这项上 走上了一条不算洁净的洁净 就是用二手货 芯片厂开场的成本大头 就是半导体设备 而这项又对以后利润的影响巨大 就是设备折旧 很多芯片厂 要很多年后 才能把利润转正 就是因为高昂的设备 产生了高额的设备折旧 如果你产能跑不起来 营收都不够抵折旧的 谈何利润 我想这也是张如今 选择二手设备的直接原因 二手设备价格这半 但不等于质量这半 仍旧是日美欧大厂的高端设备 只是因为淘汰掉了 或是使用寿命缩减了 挑选维修后 完全可以用到实处 对于折旧成本来说 也可以马上贪薄 利润也能迅速转正 等寿命到了 设备该升级换代了 因为半导体设备 大多不会用到寿终正寝 而是被先进工艺淘汰掉的 除了用二手 张如今还会用一些大陆货 就是非关键的设备 用本地中国产品代替进口 很多人因此说他是爱国商人 爱不爱国我不知道 省成本是一定的 不是关键设备 价格便宜 有问题就马上能上门解决 这才是关键 到底买了多少二手设备 买了多少国产货 降了多少成本 不得而知 但张如今的降本增效 肯定是让中心 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原因 对比来看 当时的一些补贴型国企 大肆采购最先进的设备 不管用得上的 用不上的 不用白不用 设备是够扎实 但人也是够浮于事的 最后入不敷出的 比比皆是 除了二手 国产设备 大陆本土的技术人员 也让中心省了不少成本 就因为工资基数低 这也是中心国企 当初能够迅速 把利润拉起来的重要原因 反观现在 人力成本高起 销售额也早已没有了 当初一飞冲天的势头 也就是20年时间 销售是起来了 成本也起来了 而且军薪也不在了 中心投产后 最先做的就是内存代工 最早代工的制程是0.21微米 日本富士通给的技术方案 富士通内存 也是200几年时候的高端品牌 找到中心后 估计降了不少成本 中心当时为了能够拉到订单 拿到公益方案 也是拼上了身家 就是你只要给我订单 我就把我的股权 让出一部分卖给你 除了富士通 还有德国的英飞林 中心开始的订单和技术公益方案 都是这么来的 这也让中心的股本和股东 一下膨胀 不过这种办法 对中心最开始的发育 是利远远大于弊的 中心国际是在2002年投产的 第二年销售额就涨了6.3倍 我们来看一张 2003年的晶圆代工厂全球排名 中心国际排名第四 第一是台积电 第二是联电 第三是新加坡的特许半导体 也是在2003年 中心国际在纽交所和港交所 同时上市 风头无俩 龙道前的中心 马上又在北京 天津 深圳 开建新厂 接下来中心的操作 就玩得有点花了 因为扩张速度太快 不管是钱还是设备 都不够用 于是中心向美国进出口银行 申请贷款 用这个贷款 来购买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半导体设备 不过被美国进出口银行搁置了 就是被否决了 其中隐含的理由就是 美国政府不会用纳税人的钱 来帮助竞争对手 美国进出口银行 是美国国有银行 中心为什么不向私人银行贷款 向美国政府银行贷款呢 其中的用意就是 如果贷款通过 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出出半导体设备放行了 这招可以说是一石三鸟 如果通过了 许可证 钱和设备就都有了 不过这种小聪明 也变相说明了中心走得不会太远 前面说过 因为中心国际初创的时候 不少张如今以前的部下 后来加入台积电的精英们 又跳槽去了中心 这对中心来说是条捷径 但捷径上也遍布暗雷 有一个女高管 准备从台积电离职 下家就是中心国际 在这当口 她的被中心要求提供一个产品的详细工艺流程的邮件 被台积电发现 台积电马上在美国起诉中心 指控中心窃取商业机密和侵犯专利权 一年半后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中心赔偿台积电1.75亿美元 六年还清 还在还钱期间 台积电再次起诉中心违反和解协议 意思就是 中心有人再次盗取方案 这次中心又输了官司 博又在中方政府出手干预后 双方再次和解 要赔偿台积电的10亿美元的判决结果 也被缩水到了2亿 这个2亿是加上前一次和解赔偿的总数 再转让7%的股份给台积电 张如今也因为这两次的败诉 被中心的董事会驱逐了出去 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台积电在美国起诉中心 中心如果不理睬是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 中心以后就得和美国的半导体设备绝缘了 中心的销售口也得和美国绝缘了 中心在纽交所的股票也要被摘牌了 这基本就是一条绝路了 所以必须要应诉 必须按照判决结果来 当然也可以私下和台积电和解 从结果来看 这个和解协议算是高举侵放了 和解的直接原因就是 中方政府插手 软硬兼施 因为台积电也需要大陆市场 所以也只能退一步 张如今的离职 实际就是被赶出了中心 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心以后的命运了 创始人被赶走 对公司来说不是个好兆头 比如赶走乔布斯的苹果 马上就划下了下坡路 还有宝利来的创始人 被董事会驱逐以后 宝利来也走上了下坡路 这个下坡路和照相机数码化 没什么关系 是在他走后的1980年就开始了 其中的原因也不复杂 就是公司的运营 更多是被财务压力驱使 简单点说 就是产品没有了灵魂 公司也没有了会坚持己见的首脑 一切都是市场说了算 对中心来说 虽然后面还有新鲜血液 精英强人来给中心补露 但都是昙花一现 比如上海经济委员会主任 担任中心董事长的江上周 江上周是政府层面 罕见的懂点技术的强人 当初张汝京选择在上海建厂 和他关系很大 不过江上周当上董事长后 没多久就因为癌症去世 江上周在任的时候 还能平衡台湾派和大陆派之间的关系 张汝京出走 江上周去世之后 中心内部的台派和陆派之争 就基本没有了缓冲 有点职场常识的都知道 就算是大陆土生土长的公司 里面还会分个地域山头 更何况还是被几乎所有大陆人 看作是另一类的台湾人了 这对公司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原罪 虽然后面中心又挖来了 梁梦松奖上益 业绩也随之提振了一下 但内部的这种割裂 只会更加明显 这种露台之争 什么时候会结束 我的回答是 就等到其中的一方彻底融入 或是彻底消失了 才会了结 大家感觉会是哪一种 下面我简单说下 梁梦松 梁梦松 台湾人 台湾本地大学毕业后 又去美国读的电机工程博士 毕业后待的都是大公司 还都是其中的干将 现在AMD回到台湾后 又在台积电负责研发 水工薰级核心人员 后来因为三星给的报酬更优厚 就转投了三星 也可以说 三星的半导体业务 也因为梁梦松的到来 扳回了一局 抢到了苹果A9处理器的订单 就是iPhone6S 感觉被捅了一刀的台积电 这次在台湾 起诉了梁梦松 指控其向三星 泄露台积电的技术 最后的判决结果 是梁梦松 不得再为三星服务 这样梁 就又转投了中兴国籍 我这里只想说一点 当两家科技公司 实力相当的时候 谁上谁下 也就是一招的事 这一招就是密技 只要一方的弟子 把几方盟派的密集 传给了对方 基本就定胜负了 虽然现在商业公司 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不能用盟派和弟子来对应 但这个定理还是存在的 所以这种商业泄密 当然是需要防范的 试想一下 如果一家军工企业的技术人员 泄露了技术方案 会是什么后果 如果在独裁国家 发生这种事 就按叛国罪处理了 所以商业公司之间的侵权官司 只能算是轻轻挠了一下 因为梁梦松 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力 他到中兴后 包括国资赛内的董事会 就让他做了CEO 不过从中兴的政府背景来看 让一个台湾人做CEO 当住持肯定是不放心的 所以中兴就让另一个嫡系 赵海军和梁梦松 一起举起了双话筒 被称为双CEO 这是够奇葩的 其他公司最多是轮值CEO 换着当 但在任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这两个人来发号施令 会是什么剧情 我不是什么内部人士 但从发生的事上 也能猜出个一二 梁梦松当上了二分之一的CEO后 中兴的研发 马上就开始了越境 从28纳米 直接跳到了14纳米 这当然有一半CEO的权限的功劳 另外还有另一群人的功劳 因为他来中兴时 肯定还带着自己的团队 这也是常识 有自己的团队 才能和对方溢价 才能在空降后 确保不被架空 干点实事 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制程的越境 让台路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台派占了上风 当然只是暂时的 因为大陆方面肯定不会列队 来听取梁梦松的号令 所以后来又邀请了台积电的另一个元老 蒋上义加盟中兴 想以此来钳制梁梦松 梁梦松得知后 马上以辞职为要挟 不过最后还是被中兴用高兴留住了 中兴国际其实就是一个 欲速不达的典型案例 早些年大口吃进去的 后面都一一吐了出来 从中兴的挖人 清权 官司索赔 创始人出走 还有内部党真来看 这怎么看也不像一个稳扎稳打 后劲十足的机忧股 志诚是升级了 但内部的列文也更多了 在外面大陆攻台 留倒不留人的叫喊声 此起彼伏的当下 这些台派精英们 还能继续在厂子里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为芯片忙吗 张如今当初建厂的时候 为了能够留住海外精英 专门建了住宅小区 让他们住 建了双语学校 让他们的子女读 现在呢 中国的房地产正在崩塌的前夜 房产缩水在即 所有的学校也逐渐统一了思想 统一了课本 这些海归们 还会继续为大陆的芯片事业 贡献青春吗 根据中兴国籍 2019年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据 当年员工流失率17.5% 上海公司流失员工 已达50% 之后中兴就再也没有公布过 员工流失率的数据 没有了稳定团队的加固 没有了海外精英的加盟 没有了全球先进设备的加持 中兴国籍的国籍 也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